請問一下 你覺得中民黨不是一人 但是你也舉了不舉手 你會覺得中民黨不是舉手 不會 因為其實我剛剛 我是在現場最認真看誰有來誰沒有來的 比如說剛剛是國民黨議案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位委員 我已經忘記他 一位男委員站在前面 也舉國民黨的那個啊 國民黨的案子他也舉手啊 那我覺得民進黨委員他們 已經搞不清楚他們在舉哪一個 那我也看到邱毅營委員 他們的案子他一直不舉手 而且一直跑出去啊 我還跟民進黨委員說 你們這個邱毅營怎麼這麼不團結啊 大家都在那裡 他在後面坐著 跑出去跑進來 根本也不舉手 我看王定也比較晚進來啊 大家也看到 連賴瑞隆委員後來都說沒有黑箱啊 你們有印象嗎 有印象嗎 賴瑞隆後來說 他們不是在呼口號嗎 後來他就說沒有黑箱 我們就說賴瑞隆良心發現 所以我覺得這個數字不會錯 因為議事人員都在那邊 逐一逐一的清點 這個數字是不會錯 有時候因為一直表決過程中 有的委員可能真的舉錯手 就是尤其民進黨 有時候舉過來 有的人互相舉錯 都有可能發生 但是這個大體來講 不會影響到整個表決的結果 因為現在不是說票數很接近 民眾黨跟國民黨 一直都是站在同一陣 因為這個都是國民黨 跟民眾黨的在修正動議 所以事實上對結果是沒有影響 所以事實上對結果是沒有影響 主席 各位 我們在場外 所有的朋友們 歷史 真的是一面照妖境 十年前 我們場外的朋友 我們一起在抗議 服貿條例的制定 十年後 今天我們在議場 跟我們在外面的好朋友 我們一起聯手 在抗拒大小國民黨 今天在國會 用這樣違反民主程序的方式 要來通過國會的一個擴權 昨天中國國民黨召開國際記者會 當外媒詢問他的時候 說整個法律的一個要件 他說等到立法通過後 再來向台灣人民報告 見鬼啦 天底下有這樣的一個立法的一個方式 今天的時間點 非常奇妙 從昨天到今天 我們藍軍的好朋友 中國共產黨 聯合力見在我們台灣的周圍 在演習 哪怕我們馬祖的陳雪生 跟中國多好 我們金門的陳玉珍 跟中國多好 華聯網跟中國多好 照樣 中國還是對台灣威脅 現在進行的條文是到五十條之六 各位台灣同胞 我們來看看合不合理 各黨總共登記 一千四百五十一次 民進黨登記了一千三百四十九次 國民黨十二人次 民眾黨九十人次 到現在實際發言三十八人次 到現在實際發言三十八人次 沒收了民主 讓我們國會民主死掉 我們看得下去嗎 看得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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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下去 台灣民眾蹲得下去嗎 看得下去 國民黨從今天早上 黃話連篇到現在 一直在講說 民進黨四十四三會動議 各位 我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我們要求主條討論 中國國民黨每一條都保留 大小國民黨聯手 無肩不摧 我們上會動議 是為了主黨他每一條都不討論 到了朝野協商 我們的韓院長更有趣了 每一條全部都不協商 國民黨善效 我們場外的這些朋友們 今天他們不是修理民主進步黨 他們是在善效我們台灣人民 不配擁有民主的國會 退回重生 快 快 快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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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莊衛雄委員的發言 報告院會 依照立法院議場安全維護及管理要點第七條規定 會議時委員不得攜帶麥克風、旗桿、棍棒等與議事無關之物品進入會場 並不得破壞議事設備 請大家共同遵守 好,謝謝 後面會現在我進行投資論壇 選備委員、八點選中、許多委員支持我們八點選委員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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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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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